大家好,我是東西走橋的鮑勃 鮑勃是一個熱愛日本城堡的人 喜歡站在天守閣居高臨下的感覺 覺得自己好像是江戶時代的將軍一樣 本集影片的鮑勃就帶大家來看看日本現存12天守的國寶記錄程 國寶松本城 中華文化財松山城 就算沒有打算拜訪這些城堡 把這部影片當成科普影片看也不賴唷 國寶及世界遺產紀錄城是12座現存天守之一保存度最完好的 也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是日本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紀錄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1333年 日本南北朝的武將赤松澤村在積山建立起堡壘 在後來的將近三百年的時間 由羽柴秀吉、池田徽政、本多中正 逐漸擴充紀錄城 於1617年有了現在的樣貌 紀錄城最具代表的建築就是紀錄城的天守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紀錄城屬於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的建築 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壞 所以目前只有12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那這12個現存天守 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其中有五棟為國寶 紀錄城的天守卻有其中一個國寶 外觀最醒目的大天守為慶藏14年、1609年、耗18年建造完成 總貴五層六階、高31公尺 包含東、西、淺、小天守以及イロハニ、ワタリヤクラ 整體連結起來 稱為聯力師天守 也是現存最大的城郭建築 然後因為外形像是白鹿展翅 所以紀錄城的綽號又稱為白鹿城 因為天守格是木造的 進到大天守內部就可以享受建築工藝 大家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爬 記得不要錯過西大柱跟東大柱 這兩根高24公尺的大柱子 就撐起天守格 防止搖晃的新柱 一路到達第六層 也是天守的最上層 大家可以在這裡吹吹風 享受一下當上城主的幽災 但是當上城主真的幽災嗎? 這個就有給歷史迷幫鮑勃解答囉 離開天守格 我們在城中晃晃後 來到另外一個區域 叫做西之丸 這個區域的百尖廊下 長300公尺 是江戶幕府二代將軍 得穿袖中長女 千姬的侍女的齊居場所 千姬本人每天早上都會在這裡搖擺附近的南山 國寶松本城黑白相間的設計 與護城河的倒影 是松本城的最大特色 白天晚上都很有美感 國寶就開制學校 是明治維新期間最早創意的現在小學之一 代表日本現在教育的黎明 有深刻的文化意義 松本城位於長野縣的松本市 距離新宿約兩個半小時 是一個人口約有20萬人 好山好水的都市 松本城跟舊開制學校 離松本城岸走路約20到15分鐘左右 這兩個國寶就在隔壁 所以可以一起安排進行程中 松本城又被稱為烏城 始於約五百年前戰國時代 永正年間建造了深治城 1590年 封城秀吉將德川家移封到關東 松本一地則改封石川蜀鎮 而後興建天守 陳鍋和陳夏丁 而有了現在松本城的規模 隨後松本城一主多次 在經歷了23個城主的統治之下 直到西元1871年 明治時代實施廢凡自憲令 松本城也被廢掉 在1872年 由日本長野縣議員四川量造 買下之後也避免遭解體分售的危機 松本城最知名的建築天守閣 是日本現存五重六階的天守閣中最古老的 建立於巨經約三到四百年前 天守群總共五個建築於西元1592年被指定為國寶 除了從外面看這些建築以外 也可以進到天守閣裡面參觀 天守閣總共分為六層樓 建築方式為層塔形 就是由巷至上、逐界變窄的樓層 每一層都有一些歷史文物 比方說假咒、以槍炮等等的 最頂層樓可以由上往下觀看護城河 松本市 以及遠方的北阿爾卑士山脈 心曠神怡 另外津吉米雅倉 是鮑勃最喜歡的地方 是古代時候又有一個觀賞月亮的地方 可惜晚上的時候沒辦法進到這裡賞月 雖然晚上的時候沒辦法進到天守內部 但松本城夜晚有一部分開放 可以近距離觀賞夜晚打光的天守 在春天櫻花開放的時候 還可以夜晚進到本王玉電機賞夜鷹 距離松本城公園走路約10分鐘 可以抵達舊開智學校 於令和元年9月30日 正式指定為國寶 明治5年9月4日 明治政府頒布學制 在全國各地新辦西史教育 舊開智學校校設始於明治9年4月22日 落成其用 建築外觀彩合陽混合 由日本建築師歷史青蟲所設計 就當時而言是屬於非常具有規模的學校 被稱為廣大華麗 地方無比 建築內部存放了不少當時使用的課本等等的文物以及照片 也有重現當初教室的模樣 大家可以體會這100多年來日本教育的變化 松本不是很大的城市 但很多景點跟咖啡店 餐廳可以拜訪 這裡鮑勃介紹一家餐廳 跟一家咖啡店 讓大家更喜歡松本吧 沖縄為央尺百名店 於西元1933年創業 已經將近90個年頭 店內非常具有昭和風味 提供的餐點種類還蠻多的 提供的餐點種類還蠻多的 鮑勃點的Bologa Rice 是蛋包飯、炸雞排 以及鄉亞飯的組合 價格為1500塊日幣 價格合理而且好吃 甜點布丁的擺盤也非常可愛 咖啡美學阿杯 是一家1957年開業的吃茶店 是松本吃茶文化的先鋒 為家族經營 現在已經傳承到了二代目 以及三代目 店內狀況十分有懷舊感 蛋糕跟飲料種類非常多 這家咖啡店就開在車站附近 如果距離開松本還有點時間 不妨來咖啡美學阿杯、喝杯咖啡、吃個甜點 好好享受在松本的最後一小時 位於愛媛縣最大的城市 松山市 人口約有50萬人 位於城市中心的松山城 也是這個城市的最大地標 松山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長七年 在光源之戰活躍的家藤家明為初代繁祖 然後花了將近25年才建造完成 可疑城堡於1784年因落雷的燒毀 現在看到的天守是西元1852年才建造完成 這裡包含天守 共有21個壯文化的材 非常有歷史價值 松山城蓋在標高132公尺的順山山上 由於是建造於平原中的獨立山體之上的城堡 屬於平山城的建造方式 除了可以走路登山以外 鮑伯爵最好的方式是用釣魚搭乘6分鐘通往本丸 一路輕鬆地看風景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抵達本丸之後從長者之坪開始走 一路散步觀賞中藥文化財 經過中藥文化財 松山城的立牌前照張相 從一智門俯瞰天守 這個角度包含很矮 除了看天守本身 見到天守內部也可以觀賞到很多歷史文物 看看長知識也不賴 到達標高161公尺的天守頂樓 我們可以無死角地觀賞松山市景 夕陽西下的時候觀賞西邊的賴戶內海 好想要時間就這樣靜止 讓鮑伯多花一點時間觀賞美景 觀賞完天守閣之後 我們可以搭乘纜車三分鐘下山 以上就是三個日本城堡的介紹囉 以後鮑伯再基於蒐集各地的城堡給大家看 我是鮑伯,大家下次再見,掰掰 我們會期待